浙江愁州南篮最大的悲剧 就是被深圳击败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会打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黄一博防守就是有问题 如暗正常吹 早就罚下了 两个浙江队都如此 他们得到了辽宁队的真传 希望裁判严格点处罚 我看了全场 真不能全怪裁判 浙江金租最后的三分两分五头全失 最后两分钟打铁 一分都没有 这能叫裁判判进篮吗 浙江什么命中率心里没数吗 第四节就九个无脑失误看不见 是有2加1没吹 亚当斯那2加1吹了吗 浙江没位置篮板犯规 还可以改判 都是无脑上抢犯规 报人掩护犯规 还觉得冤 裁判可能有点原因 自身的原因也得总结啊 浙江对赛后与技术台理论不大应该 但有因才有果 如所谓的主场哨能少点 更有利于比赛的公正性 更有利于中国篮球的健康发展 能赢得起输不起的心态不好 裁判的水平固然不高 但赛后大闹技术台非常不可取 其实 深圳和浙江两队 在上赛季的季后赛已经结下梁子了 深圳虽然这赛季表现不咋地 但遇到浙江都是王思里打 浙江错就错在最后上盖利 结果作为一个外援完全不敢打 牵扯不了防守 只能让无钱顶着扔 第四节本来愁周是上风球 结果就生生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传球失误 和王一博的两个无脑进攻犯规给毁了 深圳队打得确实够好 尤其是沈子杰各种高难度打板 进攻能力可以 盖帽也好几个 让愁周内线进不去 深圳队内外联动 愁周队只有三分球 所以输球也正常 三本来最后40多秒 深圳不想打了 可是浙江还在紧逼防守 逼着你投篮 没想到深圳回一个三分 浙江彻底急眼 上前理论说 我扣一个两分 他回一个三分不讲道理 这种所谓的潜规 就是给输的一方 留点面子 如果留了 输的一方要感谢 不感谢也可以 但是没给留面子 是不应该怪胜的一方 只能怪自己 既不如人 如果有人因此骂对方 或者找对方打架 那只能说 不给他留面子就对了 浙江最后两分钟 不是失误 就是无脑三分远头 有想赢球 自己不争取 说怕受伤 还嘲讽对手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